那么大家好啊 欢迎上每一节目哈 今天这集啊咱们得讲个笑话啊 呃 那么金砖之父呢 吉姆奥尼尔是吧 那么他发表了一篇评论 他说如果中印不合啊 那么金砖国家挑战美元的想法啊 只是吃人说梦啊 为什么我说这是笑话呢 因为他是英国经济学家嘛 最著名的就是使用金砖来描述 巴西俄国印度和中国 色发展中国家啊 呃 因为是他最早开始说这个题材了 所以他叫金砖之父啊 他就提出这个概念 但是为什么我说这个人讲的是一个笑话呢 因为为什么他要告诉你中印不合 是吧 挑战美元吃说梦 这东西是什么呢 是给你一个理由 一个借口 明白吧 一个讯息 一个让你觉得靠谱的讯息 他这个所谓靠谱的讯息呢 完全不靠谱 为什么呢 你想一想啊 中印不合 印度有什么 印度GP一个 大概也就是三万亿左右 是吧 他的经济 他的能力 他在世界当中的这个 所占的这个趋势 甚至说不好听了 从地缘政治来度来讲的话 他都不占什么优势 凭什么是中印不合 是吧 就挑战美元 吃人说梦 你不是干脆就说金砖挑战美元 是吃人说梦 明白吗 他的论点 他的核心的思维 就是告诉你金砖挑战美元 还是吃人说梦 但是呢 如果这么说呢 别人就会说 你看你 你看你这边不公正了 对不对 说的不好了 对不对 那怎么才能让你相信 我说这东西都是真的呢 我给你一个理由 知道吧 一个借口 一个理由 那么这个理由和借口是什么 就是中印的不合 中印不合 所以挑战是吃人说梦 理解了吧 其实就这么简单 没别的复杂的东西 对吧 你把这想的越复杂 他就越复杂 你把他想的越简单 他就越简单 是吧 他想的越容易 是吧 他就越容易啊 所以现在呢 对于这个金砖来说 能不能挑战美元呢 对吧 我跟你讲啊 金砖挑战美元 有急先锋 是吧 现在毛子就是这个急先锋 因为这也不是说 跟你开玩笑吧 毛子现在呢 说要暴力升息吗 你也看见了 暴力升息这个 200个点 200点的话就21%了 那么要不然呢 叫大叔 要不然就大赢 对吧 因为你加了息之后的话呢 你国家是要承担这个负担的 对不对 什么叫加息 就是增加利息吗 那说白什么意思呢 就多还钱吗 对吧 你想想啊 借100块 现在要还21块 这是什么概念 嗯 你琢磨琢磨 这是什么概念 这个游戏 是吧 他得还多少钱 还得起 对吧 这个游戏 如果让他还的话 他就还不起 是吧 所以这个游戏 如果让他还不起了 他在这个游戏当中怎么玩 他在这个世界当中怎么玩 啊 他就玩不动了 他就玩不了了 明白这意思吧 所以这个游戏 如果你想玩下去 如果你想在这个游戏当中继续 对吧 那么你必须要向这个世界证明的是什么 嗯 你明白我给你讲这个意思吧 你在这个游戏当中 你必须证明的 是吧 那就得在这个这个方向上啊 你不在这个方向上证明自己 你不去取得成功 那你就大输啊 你不赢就是输啊 因为你借的钱更多了 那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要借更多的钱呢 对不对 你为什么要借更多的钱 那就是因为你想打赢那场仗嘛 对吧 这个逻辑很复杂嘛 并不复杂 对不对 所以要么呢 就大输 要么就大赢 是吧 在大输和大赢之间的话呢 做一个博弈和做一个选择 对吧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接下来要玩的 这个游戏要玩的东西啊 所以如果从这块呢 你能理解了 那么后边的所有东西呢 其实就很好理解啊 后边的方向里很容易理解啊 所以那怎么办呢 那对于美国来说的话 没办法呀 美国在这游戏当中的话 他玩不下去啊 所以他就得拼命去玩这个游戏啊 那如果他拼命去玩这个游戏 他后边的这个游戏 他继续怎么玩呢 是吧 那继续往上玩 怎么玩 那不就得拼吗 是不是 双方不就得火兵吗 那到底怎么火兵呢 这倒是你慢慢看不就行了吗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 呃 这个方向也好 是吧 趋势也好 都已经非常非常明朗了啊 所以未来呢 呃 就是双方要拼命的去博弈了 知道吧 要干这一把啊 但是干这一把的话呢 最后谁能干赢 谁能干输 是吧 这个咱们慢慢看 大家不管呢 谁去干这一把 有一点呢 都是非常明确的 大家都没了退路啊 那问题就来了 如果大家都没了退路 你也没了退路 我也没了退路 是吧 人人都没了退路 那好了 我现在请问你一个问题啊 就问你一个小问题 对吧 那你怎么玩的游戏 知道吧 所以人家呢 拼命往上冲 你冲也得冲 不冲也得冲 大家都要往上拼命的冲 所以不冲的话呢 这游戏根本就 就玩不下去 所以 是吧 形势比人强啊 这不是说是非得黑谁啊 吹谁啊 是吧 讲这东西 美国现在问题就是 他想维持他的美元的币值稳定 他就必须向这个世界证明 他还有价值 是吧 他就必须向这个世界证明 他在这游戏里还能玩得下去 但是你为了能够证明 在这个游戏当中 你还能玩得下去 你还有价值 那你就要更多的负担这些东西 那你更多的负担了这个东西 你怎么证明 是吧 你在这游戏当中还能有价值 这都恶性循环 是吧 这都是恶性循环的东西 这可别人不是良性循环的东西 你可千万千万别认为 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这些东西玩到最后的最终结局 都是恶性循环 美国在未来最大的问题也就在这 他就只能往恶性循环走 所以我没跟你讲嘛 为什么美国呢 其实现在要真敢干 就降75% 对吧 因为人家暴力加息 你叫暴力降息 这个呢 并不是说胖子疯了 咱们就讲一个道理 你把息降下来 对吧 你还的钱才少 还的钱少 印的钱多 世界听你的 经济环流 你能玩得住 你才能玩 你不那么玩的话 如果你说你降25 对吧 那这个世界的话都要不认你了 知道吧 这个世界都要跟你说再见了 为什么 你要降25的话 大家都知道你不灵了 如果大家都知道你不灵了的话 那你想 谁还会跟你玩呢 对不对 张三不跟你玩 李四不跟你玩 王五不跟你玩 他们跟谁玩 他们就跟金砖玩了 知道吧 金砖支付体系 一旦被建立成功 一旦使用上这东西了 那后部的游戏可就对不起了 对吧 他就不是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的了 对不对 你又明白这道理吧 所以对美国来说 现在美国的形势很糟糕 知道吧 外边的无数人等着川宝上来 他们就期待着川宝上来 川宝只要一上来 他们就可以对他发狠了 没有吧 川宝是他们现在最爱的人 他们期待着川宝上来 知道吧 等他川宝一上来 后边他们就给他吓家伙 到时候你就知道出水才见两脚泥嘛 到时候你就知道这游戏他们怎么玩了 所以你别着急 知道吧 形势比人强 这不是说你喜欢或者你讨厌的 这个事就能解决了 都喜欢你 都希望你上来 都希望你赶紧来 知道吧 你来之后打个对手 建个针章 看最后的话 你是输还是赢 这就是现在这个西方整个世界在在做了 所以呢 那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那就助游呗 对吧 什么叫助游呢 就是中印不合 印度 我说句不好听的 印度还不配在这个游戏当中去拼杀 真的 印度现在还不配在这个世界拼杀 为什么 印度要能量没能量 要实力没实力 要军事力量没军事力量 要什么没什么 是吧 除了他能左右摇摆 他就会这一个以外 他有什么资格在这游戏当中 跟别人赌过对手 当个爸爸 他有什么资格跟别人平起平坐 三哥现在真正在干的事 是什么事 三哥现在就是退出战争 知道吧 退出这个冰性冲突 贴着这个机会发展点钱 发展点社会资源 发展点经济 这个我觉得不假 这倒是真的 我可以理解 但问题就是呢 他玩这一手 他能不能获得最终的 他想要的这个成功 知道吧 这个是非常艰难的 知道吧 这并不是很好做的 所以 是吧 那怎么办 那看呗 是吧 这个世界还不就这俩字 看呗 那看最后能不能真正发起狠呗 能发狠 后面话怎么说都好说 是吧 不发狠的话 那就 这就纯利就好了 所以美国的时代 时间不多了 知道吧 外边呢 期待着你上来 你上来之后 把事搅乱 对吧 你事搅得越乱呢 自己这个游戏越麻烦呢 这个游戏就越玩不下去 越玩不下去呢 别人就越会逼着你 帮你兑现 对吧 你不能 你不想兑现你这些话 对不对 人家帮你兑现 对吧 等人家帮你兑现成功了 等你也都做不了了 什么事你也都玩不下去了 你这个牌也就开开了 开开了牌 是吧 出水溅了两脚泥 那最后造成结果 什么结果 这么多完了吗 我跟你讲啊 现在我说宝庭呢 甚至你哈姐上来 这个问题都解决不了 是吧 这回就看谁呢 先看伊朗 伊朗要打第一炮 是吧 伊朗敢不敢去拿一千枚导弹反击 那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呢 那你说如果他不敢反击呢 如果他不敢开这炮呢 不敢开这炮没用 知道吧 不敢开这炮 俄国要上来了 知道吧 所以为什么我跟你说 俄国一定要下餐 俄国现在暴力生息 他已经没有退路了 你答应别人的利息 就是别人的利息 你答应别人的方 给多少就是给多少 这东西已经记录这个游戏了 知道吧 这签字都画压了 他不是说你想退就能退了 他已经退不下去了 他已经没有退出机制了 所以当你没有退出机制的时候 当你不能退下去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这个时候就已经没办法了 能理解这个意思吧 当你没有退出机制的时候 当你不能后退的时候 你就已经只能在这个游戏当中去玩 如果你只能在这个游戏当中去玩 你只能按照这个游戏方法去玩的话 那你就没有退路 那他就一定要下开 就说白了吧 现在就两个结果 要么就大赢 要么就大输 对不对 那问你了 是大赢还是大输呢 那不打怎么能大赢呢 那就一定要打 所以留给美国队的时间并不是很多 是吧 完了 现在我觉得呢 美国还非常有意思 美国呢 在自己的这个游戏 知道吧 美国在这玩的游戏 拼的这个游戏 玩的是什么 就大家都相信 川宝是个圣人 是个神人 你知道吧 对不对 所以你呢 你的这个国家 是吧 你赌的不是这个 良好的政策 不是赌的合理的分析 全赌的这个 是吧 神人 圣人之上 一个国家不赌国运 赌圣人 那这个人是必败无疑的 对吧 因为这个世界没有圣人 没有能想象 这撒斗成兵 是吧 化腐朽为神奇的圣人 我就这么问你啊 现在毛子加21% 是吧 接100得还21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他能停战吗 嗯 他爱好和平 大地爱好和平 大地想停战 好我问你了 大地爱好和平 大地想停战 大地能停得下来吗 明白我跟你讲的意思吗 大地爱好和平 大号想停 是吧 停完了之后 我问一个问题 利息谁出 你出他说 利息如果玩到最后 是大地出的 大地能跟你停吗 没有吧 这里边还有什么 好和坏的问题吗 张三好李四坏 是吧 这里边到底谁好谁坏 这是一个好坏的问题吗 没有退路 知道吧 玩这个游戏玩到最后的结局 是什么 是没有退路 当你也没有退路 我也没有退路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对不起 就得怎么样 就得雪拼到底了 明白吗 当雪拼到底这个发生的时候 你拿什么底牌出来玩 你没有底牌 就跟玩扎金花似的 是吧 你愿意怎么在这做局 你愿意怎么在这做扣子 你愿意在这怎么说这话 都随便 都可以 但是问题就在于呢 你说了话 做了扣子 讲了东西 全随便 但是有一点你得想清楚 你拿什么出来赌 对吧 你赌的是什么 你总要有一个能赌的点 对吧 我觉得我在这点上我能赌 我觉得我在那个点上我能赌 你总要有一个赌点 对吧 你的赌点是什么 你的赌点是人定胜天 因为我穿宝 是会跳舞 谁一样的男人 我是这样的男人 别国家就放过你了 知道吗 毛子现在要要接100块 给21块了 知道吗 不跟你来个雪担到底的 他能活下去吗 他不跟你来个雪担到底的 他能过不了这关吗 知道吧 没了这关 过不了这关 赢下去 他怎么活啊 毛活不了了 知道吗 毛活不了了 毛不得给你打个对头啊 是不是 所以最终的结果呢 很简单 是吧 看 看就得了 知道吧 拼吧 生死看淡 不服就干 是吧 那怎么说的 都是好事 是不是 好吧 这一节呢 先到这看下一节内容 那这一节啊 咱们得讲个硬事 现在美国呢 还挺有意思啊 现在美国官员呢 表示啊 说现在 白宫全球技术设施和能源安全特别协调员啊 那么 霍赫 施产因啊 一边成 一边坦诚啊 一带一路的倡议让中国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领先美国 一边又找我说 考虑到美国甚至没有参与竞争 所以中国啊 其实并未击败美国 对吧 什么意思呢 就给你讲了一个神话故事 就是只要中国啊 只要我没参与竞争呢 我就没有输 知道吧 所以你知道现在西方正在干嘛吗 现在西方就是注油了 纯注油 是吧 咱们没去竞争去 知道吧 咱们就没输 因为你看我没跟你比 你怎么知道我不如你呢 这话说 我觉得也头子 是吧 会说话 也是文学家 文学艺术家 他的文学鉴赏气息很高 是吧 他的鉴赏气息真的很高 所以反正呢 我没参与 是吧 我就没有输 那这个东西怎么办呢 没办法 是吧 天下大事呢 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 对吧 你的秩序为什么能够维持 因为世界呢朝向你 是吧 得给你 找你要钱 你给的出来大家钱 大家管你叫爹 对吧 就这么简单 对吧 你说这东西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呢 没有 对不对 当问题是你给不出来了 人说人自己有爹 你说这世界是不是就这么简单 对吧 所以那问题就是 你一直以来享受这套游戏的好处 那你是不是得给钱呢 朋友咱是不是得给钱啊 你给的钱 人家管你叫爹 叫爹也是一句一把的事 对不对 这把不给了 就说再扎着 对不起 盖不说账 知道吗 给的出钱 后边的话好说话 知道吧 给不出钱 您再见了 非顾拜 知道吧 这个再见 永别了 所以问题就在于 美国现在有钱嘛 所以为什么我跟你讲 美国要是能玩 就是降75 知道吧 因为暴力降息嘛 暴力降息之后 看起来疯了 但实际上呢 先把利息降下来 因为你一定要知道 未来这个世界 马上变得怎么样 不可测了 知道吧 不是用长言长语 能去涨量的 就是经济已经没有秩序了 游戏规则没有秩序了 对吧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怎么说 就这么跟你讲啊 我给你把这降多少翻译过来啊 降零 不降 等同于失败 就告诉大家降不动了 再降的话 美国经济就完了 降是零 不降啊 这是零 25呢 说明呢 降息的阻力很大 是吧 降息的能力不强 是吧 但是呢 又不能说不降 降25的意思就是 呃 星星作态 既不能真降 又不能不降 知道25 50呢 是怎么样呢 半推半就 是吧 因为外边的形式已经变了 知道吧 外边西亚这个形式 马上就要发生变化了 对吧 这个形式一旦变化了 那么降50 世界经济 投石问路 看会不会按照 这个我玩的这个游戏去玩 知道吧 如果降75的话呢 就是欧应 对吧 因为毛子已经欧应了 毛子上重度了 毛子加200 直接变成这个21了 他马上就要行动了 他要行动的话 他行动了 那你也要行动 对不对 你也要暴力 他暴力加息 你就要暴力降息 为什么 因为你们打着仗呢 知道吧 那么西亚这个油价如果一起 对不对 这个时候你怎么办 这个时候你就怎么说呢 就就就全是精准控温的 知道吧 全部都用精准控温 因为精准控温本身 是吧 是没有意义的 精准啊 这个数据真假 是没有意义的 精准控温才是真相 就是这个数据啊 经济数据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根本就无所谓 不care 就是这么讲 现在美国人家跟你说 这个CPF百分之二 你信吗 信也不信 无所谓 国王的心意嘛 就彻底就不装了 所以不装了之后的话呢 我告诉你啊 加降息75 经济好着呢 经济过热 现在经济也热起来了 是吧 都向美元说好的 都向美元说OK呢 知道吧 所以他办出这个半相呢 世界才能对你说不 是吧 亚非拉一看 呦 好像美国还行 是不是 要不他投美国啊 对不对 所以呢 降75 是告诉世界 是吧 跟我走 吃喝全都有 降25 就是告诉大家 心心作态 是吧 别走别走 我还能降 我还能降 是吧 但问题是呢 你除了 如果你就只降25 或者你不降啊 你除了嘴降以外 已经没有意义了 对吧 人家不看你这东西 我跟你说吧 前海岗 看了吗 三年 三年第一期工程完成了 知道吧 天下为之大变 那你想想 你要是 你要是亚非拉国家的话 你不想要港口吗 对吧 你不想要铁路吗 就跟那个 谁似的 柬埔寨似的 柬埔寨 呼呼呼干 哇唧 成车的呼呼就干 对吧 四年的工期 如果两年给你干好 对不对 那整个世界疯狂了 对吧 所有人都要求中国快 快来 那么这个时候 你美国想稳住这个盘子 必须把钱放出来 把钱放出来 用美元 让他们得到实惠 他们得到实惠 你背这个债 你才能玩 现在没有和平了 知道吧 现在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了 现在已经是 怎么说呢 就跟这个战争似的 你得赌命 知道吧 现在不是赌输赢 现在是赌命 你已经没有能力去看这个输赢了 你已经输了 因为你没有未来了 你的未来不在这了 对吧 你的经济周期也好 经济方向也好 很有可能被毁 那你现在不赌赢了的话 你不上去拼命拼 你不拼命的把美元塞到所有人的这个怀里 让别人向你投怀送爆的话 对吧 谁等着你 新的经济环流出不来 怎么玩的游戏 所以我跟你说实话 川宝如果上来 完了你看啊 如果是川宝上来 降25% 甚至川宝上来 是吧 比如说就说他降50 是吧 这个游戏他都不好玩 因为他还得打关税战呢 他不能说他上来不打关税战吧 你记住了啊 上来不打关税战 那他会很惨 那为什么呢 因为上来你不打关税战的话 那么你对这个世界的话呢 就就说白了 就是有人找你算账了 知道吧 你你答应了那么多个东西 你不对线的话 到时候你内部不无所谓 外部就找你要对线了 对吧 你美国总统跟外部的人 你可以这个啊 你跟内部的人你能装傻 你说咱们这没办法 就没办法做不到吗 对吧 外部的人谁跟你做傻 外部的人就知道啊 你不行了 你知道吗 如果你不能加关税 去打他们的话 别人就会认为你不行了 所以我跟你讲 最差的结果呢 就是降25川宝当选 然后大家觉得美国不行了 美国不行了 完了你对大家打这个关税战 你就打不了啊 那你这游戏你就别玩了 到时候那时候别人更会往中国那边骗 对吧 等所有的管道 关节 全都打通了 踏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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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踏 是吧 后边的队就特别好走了 路越走越快 对吧 乘可谓 开大门走大路 是要往前拼命的发展了 明白吧 明白 我跟你讲这意思吧 等于最终的结果就是开大门走大路 按正常发展 人员呢 踏踏踏踏踏的呢 愿意跟中国合作 愿意跟中国发展 明白这意思吧 这个东西其实现在已经 已经就是非常现实了 整个的游戏也非常现实了 明白吧 所以这东西怎么办 没办法 这个形式 这个世界已经走到 这个这个现在了 已经疯狂了 这世界马上就要失线 马上就要疯狂了 它已经不是你这种 按照正常思维去考虑的东西了 对不对 要大输大赢 该大赌了 该好赌了 好赌 你如果你向世界证明不了 你是 就是说你不能这个好赌的话 那你就不是一个玩家 那一旦你不是一个玩家的话 一旦你不是一个player的话 那么你就是在菜单上 知道吧 你在菜单上的话 你可是任人宰割的 到那个时候 我跟你讲 只要西亚大砍大杀 打起来了 知道吧 美国需要天量的物资 这些物资在谁手里 知道白象就是他 在白象手里 对不对 他们期待着白象 知道吧 在白象手里 那个时候呢 双方都会管白象要物资 白象的物资压在谁身上 谁就赢 反过来说 川普只要对白象下手 知道吧 白象就教他做人 这个游戏已经注定了 知道吧 这个玩法已经玩了 这个世界嘛 哎呀 这太简单了 对不对 金杯共如也 白任不相饶 你都没有底牌了 你还跟我拼什么呀 啊 是不是人怎么教的你啊 人教的你不是教的你 非常明确了吗 你没有用实力 跟我说话的资格 你跟我狂什么呀 对不对 你现在你 别人都动手了 全都起来动手了 你还能狂吗 我这么讲吧 以色列炸了伊朗 毛子加了锡 暴力升锡 最后的结局什么意思 就很难停战了 双方都难停 对不对 没有停战了川宝的秘密啊 川宝的那种 那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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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痴狂的 癫狂的 所有的 这个认为他一上来就能和平的这个东西 结束了 game over了 游戏结束 game over 没有吧 川宝上来所面对的 就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这个抉择 知道这意思吧 知道吧 知道我跟你讲的意思吧 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现实的东西了 现在就是你上来 无数的人等着你上来 然后等你上来之后 那么最后的话呢 怎么说 是吧 那最后的造成的结果就是 你也就好 川宝所面临的情况已经糟糕透了 如果川宝赢了 美国会快速摔落 他绝对绝对 要比哈里斯他们摔落快速 那就看老乡深怎么选了 对不对 没跟你说吗 唯一赌的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呢 就是科技 就跟那国家破产知识是一样的 对吧 一个年轻人 一老头 俩人问 说你凭什么认为 是把韩国顶不住 IMF的进攻 对吧 他说什么 他说我赌的就是这个国家的无能 这个国家就是无能 对不对 那你问我 我赌什么 我就赌科技 科技改变生活 是吧 因为正常选的话 百分之百输 正常选的话 川宝百分之百赢 米哈里斯百分之百输 但是现在对美国 对老乡深 对所有这些人的形势来说 川宝上来 美国会加速摔落 我说 加速速度快到你 可能难以想象 为什么 咱不是黑他 他得出去整活的 明白我给你讲的意思吗 就别人上来 可能别人不整活 他上来 他得整活 等于说 你不整活 这关你都过不去 现在你跑到这关来 你来整活来 你这关你能过吗 苟言残喘 尚且不能过关 更何况 你跑到这整活 对不对 你能整活吗 而且更可怕的就是什么呢 就说什么叫悲哀呢 就说你不整活 也不行 你看 你不整活 别人认为你怂了 别人认为你怂了 那么你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屁话 没有人和人会去听了 你不整活不行 整活也不行 横竖皆不行 逼着你让你整活 你知道外边现在 多少人让你整活 逼着你让你整活 你有退路吗 你有退出机制吗 这个才是川宝 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没有了退出机制 别人逼着你让你做事 说白了 摁着你脑袋 让你逼着你签那个字 你签还是不签 签了怎么说 不签怎么说 没有吧 所以说白了呢 对于美国来说的话 现在已经到了一个 非常紧要的关头了 因为别人都行动了 就是 看起来啊 一切特别平稳 大家还在那 还在跳呢 还闹呢 说美国一上来 穿本就行了 说还在那闹呢 敌人呼呼 全在那干 知道吧 别人不放过你 知道吧 你把人当对手 当了这么多年 天天骂人去 现在人家不放过你 人家 关键问题是 人家也没有退路 你觉得伊朗 毛子有退路吗 前有钢刀 后猛虎 新能源马上就上来了 新能源上来 油价就没了 油价稳在那 60 不好不坏 这个社会没有发展 他们全完 明白我给你讲的意思吗 他也没有退路 所以为什么最后就说 就说这个 必须得拼 是吧 狭路相逢 勇惹胜 因为两边都没有退路 所以你不拼 你就淘汰 对吧 你不拼 你就完蛋 那你拼不拼呢 拼死拼死我 往上拼一下 那这一拼 你的敌人多 是吧 人家的敌人少 对不对 重压之下 你能活了吗 所以为什么 我跟你讲 美国一定要暴力降息 美国暴力降息 先把他的息降下来 先把这个社会的压力 先降下来 才能玩别的 你不暴力降息 你降25 25降完之后 是7点 4.75 4.75 跟5能差多少 35万亿的 4.75是多少钱 嗯 是不是 那不还是得1万多吗 那1万多 对于美国来说的话 那也是不可承受之中啊 更何况 你别忘了 4.75 你息降下来 油价都给你打上去了 什么意思 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动这个油价 他们为什么一定要打这个仗 不打这个仗 油价起不来 100块 还21 拿什么还呢 拿他的未来发展还呢 他有病啊 那他为什么要加这个东西呢 他加这个东西 就告诉你 我把我破釜沉舟了 退路断了 一个人自觉了生路 他接来是什么 不跟你火病 他等什么 你还看不明白这点事啊 完了 你穿宝还想上来 还想折腾 折腾没 看谁厉害 是不是 好吧 那么接下来一集呢 就这里 谢谢收看 不开玩 Java 就 Calm down 好 我准备你 您这个时候 我看你